这不仅款式是当下最抢手的 而且都是从手里抢过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还是劝大家不要买 因为这也不是消费 这是销赃 现在手机店销售手段就很丰富了 最常见的就是降价促销 尤其是一到节日 很多手机店都会搞那种大降价 然后告诉你 过了今天再也没有这个价了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真的会心动 想要抢购 那个心态呢 就跟火车站抢手机的人是一样的 就是抢到就是赚到呀 而且有的手机店还会通过送赠品来吸引人 比如说买手机给你送手机壳 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很不自信 你想啊 只有手机不好看 才需要弄个花里胡哨的手机壳 对吧 就好像我身材不好 我才需要穿衣服来遮住自己 我要是有八块腐机啊 场面三 很多女生都会有容貌焦虑的问题 我完全没有 我也不减肥 因为我知道我就算减肥呢 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 人一旦有了这种正确的自我认知 你吃东西就会很自由 我喝奶茶就必须全糖 然后可乐也必须是有糖的 而且不光光喝不胖你知道吧 好多男演员都因为我开始有了身材焦虑 他们喝任何饮料都要选择无糖的 我感觉他们跟女生说那句经典情话 就是都会说成 好想把你捧在手心里啊 因为你是我的奶茶无糖的 我经常调侃他们 就大家都是喜剧演员嘛 干嘛要在意身材 难道你们是想取悦我吗 大家都没有接我的话 只有王建国说 莉莉 我点的炸鸡到了 你去楼下帮我拿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 他跟其他男人好不一样啊 他不但不取 日子也这么专业 今天星期六啊 股市修市啊 能不开心吗 我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好天也能笑得出来 好不好啊 祝福你们啊 祝福你们 哎呀 今天聊一聊关于财富的话题 我爸小的时候 就特别注意培养我的财富意识 我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儿子 钱呢不能存在银行里 会贬值 你放爸爸这里啊 爸爸帮你保管 所以我小时候的压岁钱 都被我爸拿去补仓了 就一直被我爸用亲情给套牢了 直到后来长大了 有一次问我爸 我说爸我的钱呢 我爸说 你的爹没了 我说行吧 叔叔再见 也不是你这个爸 我爸那个时候呢 经常炒股 但是他炒股的成绩怎么说呢 就我小的时候啊 我一直以为股票就是绿色 乃至我后来看别人炒股 我说你这屏幕是不是坏了 怎么还有红色的数字 甚至我那个时候在家里 看电视看久了 眼睛酸痛 我就会盯着我爸炒股的屏幕 看一会儿 放松一下 后来呢 我家里实在没钱了 我就开始近视了 太热情了呀 我就赶紧回复 宝贝在那 然后他说那你拍一张宝贝的照片吧 我就拍了一张我的自拍啊 接着就被举报了啊 举报的内容写的是 对方发布低俗内容 低俗内容 没想到 然后有时候为了卖东西 能卖的快一点 我会在价格后面 写上一句可小刀 结果没想到 有些人的刀虽然小 但是这个刀法呀 非常锋利啊 刀刀往我大东卖上看 就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彼此低估了对方 就是买家低估了我的贫穷 而我低估了买家的刀法 就是350的东西 他上来直接就问 30行吗 我想套他的线 他直接抄我的底 比基金都狠 我来咸鱼是回血 整得跟线血似的 我觉得咸鱼啊 现在最需要的功能 不是一键转卖 而是一键呼叫救护车 但这个买家呢 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咸鱼买货要耐心 就他活生生的 把一个东西能从厂面去 这下真的是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其实所谓的天花板 就是指一个行业的最高水平 比如我现在正在做直播 对吧 那直播这个行业的天花板 大家都知道是谁 威亚跟李佳琪 不过不得不说 直播这个行业内卷太严重 一个行业两块天花板 难怪人家一天能卖一百个亿 我觉得脱口秀行业 也应该再多几块天花板 当然了 我就不跟他们抢天花板了 我就继续拿我的大王就好了 而自从我搭上大王之后呢 生活确实发生了一些改变 比如结束的第二天 我就带我女朋友 去吃了一顿豪华的自主餐 我现在去吃自主餐呢 我就发现这个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为我以前吃的时候啊 就想着两个字 回本 但现在去吃自主餐呢 我会先说 服务员 剩两碗米饭 我先垫一垫 场面十一 I listen to bye bye listen to bye bye 对不起我已经疯了 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拿人钱财 替人摆摆 场面十二 场面十五 成啥样了呢 我俩一说 大哥乐了 大哥说 你俩玩的是低销啊 今年双十一 大家各种抢 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我 其实特别能理解 消费的这种心理 之前 就不光是线上 在线下 之前我们全家去菲律宾玩 我妈想去买那个购物 想去买包 语言都不通 我说你第二天我陪你去 我至少懂英语 她晚上忍不住 就自己非要去 去了之后 也不会语言 什么都不会 分不清那个包 是什么皮做的 语言不通 想了一会儿 跟那个菲律宾人说 她说你这个包啊 是闷儿还是咩呀 菲律宾人居然听懂了 她说是闷儿 我妈说 哦 牛皮做的 从此我就知道 没有什么能拦得住 一颗想要勾的心 很多人觉得说 我买东西 肯定会算各种 蛮简啊啥的 觉得算完之后 肯定占了商家的便宜 其实你想想看 只要你有算的这个动作 你就输了 商家吃准了 就是你在研究了一堆 花了一堆时间 然后算研究之后 你想的肯定不是算了 而是算了 感谢观看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 果然不是吃素的 但是我一听说呢 今天的比赛有复活 我这个心里啊 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 现在呢 就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不好 我是一个北漂 在北京呢 待了九年了 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 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在北京 租过很多房子 每次呢 都能赶上这栋楼里 有人装修 每次都是在一个 睡意正浓的早晨 然后就听见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 那种三连耳 那是怎么回事 是师父眼神不好 前两次钻错了 是不是 这是哪 然后这种声音呢 不光是吵 关键是 它引起我一种 深深的自卑感 因为装修的房子 肯定是它自己的房子 我在北京 天天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 能在这儿有个自己的家呀 在租来的房子里 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 仿佛一遍遍 在向我炫耀 我的房子呀 我的房子呀 这是你的呀 想买做梦去吧 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我在大城市生活呀 特别容易堵车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能碰到那种 露怒的司机 什么表现呢 就是车堵在路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这个车里 回荡的全是 它的喘息声 就感觉它又分娩了 它又分娩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想法 撞上去 顶着前面这排车 往前开 在车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还有人聊天 在这儿聊天 还配打差评 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 不在于他露怒 而在于他派帕 你给他打差评 他在露怒的时候呀 对你态度还特别好 这个是最吓人的 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 就感觉这个司机 已经非常的暴躁了 永远在那儿急加速 急刹车 然后喘息 但是突然来一句 车内温度合适吗 没事没事师傅 我做调节 做调节 咱们导航走可以吗 这话说的 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 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 而是用在乘客身上 就比如我的差评多 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 那我以后会对司机 非常的客气 打到车以后 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 哎 师傅 我到了 你可以开过来了 我就在路边 蓝色一蓝的 打着双闪的 还有我在大城市生活 花销也特别大 说实话 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我那些钱都花在哪 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 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 我就很纳闷 就这个数字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随机生成 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 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 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 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 它现在应该已经上了 穿脏线了吧 但是你往下划 往下看 哎 一笔一笔的 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 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觉得是因为 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 就你的手机 逼 这个钱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 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 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 比如支付50 支付500 支付5000 你家的孩子流浪在网店 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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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 不精华 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 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 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 我转个1314 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 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 我看你能转几次 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男的还愿意比手表 说我这个表啊 十几万 我这个几十万 至于吗 不就看个时间吗 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 你拿手机 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 可不能看 一会儿用手表看 要不然亏了 好的 别说这么贵的表 我爷爷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 一样过得挺好的 就看太阳 看得特别准 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 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赌秒 苏炳天九秒八三 反正我要这么多钱呢 我肯定就不买表 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亲自装修 再用上东鹏严版 零甲醛抗污还耐用 想想就很爽 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 哇 哇 哇 你房子呀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 一大早你攥就攥 你喊什么玩意儿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周琪默 今天的主题是幽默陪你走过四季 那说到四季呢 就不能不聊一下手机 手机不光陪我们走过了四季 还走到了五季 怎么样 我这个转折是不是比五季还快 学坏一出流 我发现就现在很多人在手机上啊 就已经精神移民了 你看很多人在微信上 他那个地址 他绝对不写国内 他会写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比如冰岛 现在全中国微信上住在冰岛的人 比冰岛的实际人口都多 但又很奇怪 我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群 叫冰岛老乡群 倒是见了这么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 对吧 我不明白写冰岛有什么用 是那边能给你上社保吗 可能人就是这样 就觉得远方啊 一定是更神秘更浪漫 可能冰岛人用微信都不写冰岛 而是写对于他们来说的远方 比如铁岭 还有现在我们在手机上 这个语言也越来越浮夸 现在很多人愿意刷那种小猫的视频 对吧 刷完以后就说 啊 被治愈了 要么就说 啊 我死了 你到底是要活还是要死 啊 你看的是什么猫 薛丁哥的猫吗 对吧 你说一会儿要活 一会儿要死 处在一种叠加的状态 动不动就被治愈了 动不动就被治愈了 其实真正需要治愈的人 不会这么说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人 躺在手术台上 然后说 啊 大夫 你刚才那一道下去 可真治愈啊 我要把你转给更多的人 再来一道 啊 我死了 冠军 不光看小猫治愈 看小狗也治愈 看什么动物都治愈 小动物真的能这么治愈我们吗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呀 精神科医生就好干了 啊 他都不用开药 以后你去医院 诊断出抑郁 啊 大夫就说 这样 我呢 给你开条狗 啊 你先养三个月的 啊 早晚各溜一次 啊 这是外用的 啊 然后再给你开只猫 啊 这是内用的 啊 吸就行了 啊 吸就行了 还有现在手机的功能也变了 对吧 我们几乎不怎么用它来打电话 现在我接电话 只愿意接陌生号码 因为我知道接起来 就那么两句话 要么就是啊 帮我放门口吧 谢谢 要么就是啊 我不感兴趣 谢谢 但现在如果一个认识的人 突然给我打电话 我会特别恐慌 我想 他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呀 啊 有什么事 不能不说 手机一直在那震 然后旁边人说 这是你手机吧 啊 帮我放门口吧 谢谢 你不接一下吗 不感兴趣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苹果手机嘛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用Siri 我发现 Siri的嘴真是太硬 太硬 有一次外面正下着雨 我问Siri 我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结果Siri跟我说 北京市当前天气晴 我当时就把相机打开 把手机伸到窗外 我说你自己看 你瞎呀 你没长摄像头啊 你头上那三个孔 是用来出气的吗 我生气的不是他说错 我生气的是他的那种傲慢 就你说错了 还说得斩钉截铁的 他完全可以在说的时候 谦虚一点 比如说北京市当前天气 咱也不敢瞎说呀 那天气预报都说不准的事 要不你再问问小杜 还有我的Siri 有的时候会无缘无故说话 他很吓人 有的时候就是我在那看书 他突然来一句 在哪 我就怀疑 他是不是在偷偷 跟别的Siri聊天 聊着聊着 六号了 等一下 那个贱人好像叫我了 在哪 为什么这么说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有一次我质问他 我说Siri 你是不是在偷偷 跟别的Siri聊天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 抱歉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这心虚的也太明显了吧 这不光是个人工智能 还是个男人工智能 如果我拿出他们聊天的证据 他是不是还会跟我说 你听我解释 我们只是玩伴 今天的表演 我真是太开心了 因为这可能是我这一季 最后一场表演了 我终于要下班了 我不奢望我的幽默 能陪你们走过四季 能陪你们完整地走过这一季 我已经非常的荣幸了 最后想说 如果这一季 我们哪个演员的段子 让你感受到了冒犯 请你听我解释 我们只是玩玩 掌声欢迎最后一位 周祈默 冠军来了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想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 这一季呢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是杨波 但是他没有走到总决赛 让我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 把我第二轮的名额让给了杨波 让他代替我出战 下面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杨波 抱歉 好 好 哈喽 我是杨波 周祈默一直很鼓励我 他说杨波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看好你 这个风格如果你不可以 我也可以 再像我了 连我都像我 太娘了 周祈默之前 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的 是教英语的 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 都成功地 留在了国内 他虽然教留学考试 但是他自己 从来没有出过国 只去过冰岛 我喜欢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 很聪明 很聪明 我们继续 周祈默从小就很爱模仿 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 老师让全班同学 挑一个水浒传里的人物 扮演 周祈默就选了里面 最壮的一个 刘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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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北斗啊 起床 起床 一碗就啊 你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对周祈默的过去 这么了解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 那可能是你傻 因为他在扮演我呀 周祈默跟我说 他在比完决赛之后 想去跑马拉松 我说 祈默 马拉松 你就不用争第一了 因为在我心里 脱口秀 你已经排第一了 不用等了 这里没有反转 当时我俩正聊着天 然后博洋走过来 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 马拉松 我最不理解的运动 就是马拉松 当年雅典跟波斯打仗 打赢了 然后派了一个 跑得最快的士兵 连着跑了42公里 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 然后当场类似 我不理解的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所有人的反应 不是 人 不要连着跑42公里 会死 这是胜利的极限 大家的反应居然是 要不我们都试试 传个局 你想一想 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 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 他什么心情 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 仿佛都在跟他炫耀 哥们 这有什么难的 这怎么会死人呢 你热爆了 诶 建国 你怎么来 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就接着不让 再往下讲了 其实这个士兵 当时已经很了不起 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 他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胜利了 雅典得救了 然后才倒地死的 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特别懂得 什么叫优先级 因为但凡换作是我 呼之带船 跑了这么久 我回到雅典 我说的第一句话 肯定是水 妈呀渴死我了 然后啪 倒地死了 就剩下那些雅典人 围着我的尸体 在那纳闷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大老远跑回来喝口水 前面打的什么仗 口嘴仗吗 这人还是不是真爱心啊 对 就剩下那些雅典人 行了 行了 不让杨本 咱们仨说的差不多了 把舞台还给周期末 周期末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走到这儿啊 已经有很多人被淘汰了 怎么说呢 实至名归 开玩笑 其实虽然有很多人 很多演员被淘汰了 但其实 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 走到总决赛的 我给你们解释 比如 如果没有杨博的表演 就没有我今天的表演 如果没有建国成路 帮我改稿子 就没有我决赛的两篇稿子 如果没有Rock 对我的鼓励 那对我也没啥影响 有影响 你听他鼓励 你想死 你知道吗 加油 我只想说啊 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就像刚才弹总说的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是竭尽全力 相互扶持 做了一场喜剧秀 给大家看 我们这些人 永远是一起的 我们跟你们 也永远是一起的 是喜剧让我们相聚 谢谢你们 请大家为冠军投票 来冲到关闭 还有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出票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我平时呢 经常坐飞机 去各地演出 然后我就特别讨厌 坐百度车 因为我花的是 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 全程的机票钱 我应该全程在飞机上 结果你把其中一段 给我换成了公交 你开的时间短也就罢了 有的时候 那个百度车 开的时间特别长 在机场里绕来绕去 每次都让你误以为 面前这架飞机是你的 对吧 每次都是 这个是我的吗 不是 那也不是 就一车人在机场里 跟个回转寿司一样 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 是不是我们坐哪架飞机 还没有定下来 是百度车司机 带着我们线敲 这个不错 这个下去吧 这个挺大的 上了飞机我也难受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人 我特别害怕 前面的人调座椅靠背 有的人是这样 他调的时候 毫无顾忌 就前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 咔 一步到位 那个架势 就像要躺在我腿上一样 每当这个时候 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 伸到他头上 哥 这个力度还可以吗 加点劲呢 这块 加点劲 你最起码能不能 假装在意一下 后面人的感受 虚伪一点 我每次就是 我每次都是 一边缓缓往后靠呢 一边不时回头看两眼 其实你说看两眼 一点用都没有 我就是给后面打个招呼 倒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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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有的人 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前调 空姐一过来检查呢 他就调直 空姐刚一走 咔又调回去了 就跟上学的时候 躲班主任一样 看来以后 飞机起飞前呢 空姐不能全在客舱里 还得留一个在外面 扒窗户 还有我这个身高的人 经常在飞机上 帮人放行李 可以 无所谓 我挺愿意的 只不过有些人 他想让我帮他放行李呢 他不直接跟我说 他会在我面前试 直到我看不下去为止 行李架在这 我脑袋在这 他端着个箱子 奔着我脑袋就过来了 感觉让不你帮我 让不我怼死你 我有的时候帮忙 都不是出于善意 而是出于自保 确实有的时候 那个箱子呀 很小 但是它很沉 特别沉 特别能装 但那也没有我能装 因为一般我都会说 我说没事 你别伸手 我来我来 你放那是吧 那你放那边了 他说我以为 你要放那边的 我说我也以为呢 还有在飞机上 最激动的时候 就是空姐发餐 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个飞机餐 在平时我都不稀罕吃 但是到了飞机上 我如此的渴望它 那个空姐推着小车 从脸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开始激动了 距离我还有两排 小桌板已经放下来了 脑子里一遍遍 台词都过好了 鸡肉的 谢谢 鸡肉的 谢谢 什么时候这个激动 到了顶峰 就是等空姐到我旁边 开始给过到 另一侧的人发餐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心情 怎么形容呢 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 你们但凡给两条狗 喂过食都知道 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 另一条在旁边 快乐快乐 到我了 到我了 下 下 所以那个时候的 我的注意力都在旁边 马上到我了 给最边的人发餐了 三 二 一 鸡肉的 谢谢 哦 先问她是吗 不好意思 还有我发现 现在飞机上 那个安全演示片 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看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 这个片子里 没有任何的危机感 反而是充满了一种 轻松的情绪 比如这个空姐给你演示 怎么给救生衣充气 全程微笑 这哪是给救生衣充气啊 这感觉就是坠毁前 喝了一口奶茶 哎呀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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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重要的视频啊 我觉得一定要抓人眼球 怎么抓人眼球 很简单 你就跟脱口秀大会学 比如你就拍一架飞机 迫降到了海上 但是每两个乘客 只有一个救生衣 他们需要一堆一battle 赢了的人呢 才有机会活到下一轮 当然输了的人 也不一定全都死定了啊 还可以征几个复活的名额 没有征到复活名额的 可能就很生气 就质问机长 怎么开这飞机 为啥迫降 然后机长出来 拿着把吉他 女士们 先生们 飞机之所以迫降 是因为 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开飞机 你在以后 说了 别怪一出力 乘客也猛了 这是为啥 然后旁边出了一个空间 因为乘客都是垃圾 这个视频放出来 大家肯定都看得津津有味 哇 这个机长跟空姐 太好课了吧 哈哈哈 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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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站好 好 好